北京时间5月10日,凯尔特人在东区半决赛第5场以114-112显身76人,大比分次比一淘汰对手,晋级东区决赛,下一轮将打其事,绿军新秀杰森塔图姆成为全场最亮眼的球员,本场他出战39分钟15投8中,罚球11罚9中,拿下25分次主攻三篮板,这是他连续7场,在季后赛拿到至少20分,超越1990年的大卫勒宾逊,连续6场, 追凭廖之前的米切尔,定列新秀连续20加长次榜第二,在1970年的季后赛中,贾巴尔连续10成拿到20加,同时,卡图姆也成为廖自2004年5月赛季的皮尔茨后,首位在季后赛中连续7成,拿到至少20分的财尔特人球员,数据出色,而关键时刻他的表现更是让人无话可说,莫学生死时刻,卡图姆让人门见时代料他的大心脏, 比赛结束前一分50秒滤进入后76人4分,这时卡图姆选择料突破造犯规,打成变写两罚权重,下一回合,卡图姆又一次强突吸引防守,轻松助攻或扶得空接爆扣得手,比赛结束前22.5秒,卡图姆完成料最关键的一次进攻, 他无球空接到篮下,挣脱防守接球完成上篮,凯尔特人111比109成功反超,这一球,基本上帮助凯尔特人锁定料胜局,不论从整场还是最后时刻的表现,今天的卡图姆就是凯尔特人的当家球星,这些,是所有人都想不到,包括绿金的管理层和教练们, 1998年出生的卡图姆是2017届新秀的炭花狼,他是这一届最年轻的球员之一,选秀大会上,绿军用跟76人交易来的三号签选中料卡图姆,彼时的他们作用欧文,海沃德和霍福德三巨头,封线上还有杰伦布朗这个上一年的炭花秀,他们选择卡图姆或是希望他能丰富一下板凳席,但没想到海沃德的意外受伤让,这个年轻人,得到料宝贵的出城机会, 这是一个意外,毕竟在凯尔特人这样的球队当中,新秀很难承担起太重的责任,然而塔图姆却让这个意外变成料一份大大的惊喜,塔图姆本赛季的表现相当出色,常规赛他移动为凯尔特人出战料80场比赛,而且全部首发,长军能高效的拿下13.93,全队第三,同时还有五个篮板,1.64助攻和一次抢断进账,三分应重率高达43.4,而到料季后赛, 在海沃德报销,欧文也报销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下,他将长军得分提升到618.8分,还能送出4.5篮板,3.2次助攻,1.2次抢断,尤其是在东部半决赛队振76人的这轮系列赛里,他长军更是可以凯下23.6分,3.4个篮板和3.2次助攻,这轮系列赛,他的长军得分在凯尔特人队内排第一, 而且他还力压大帝恩彼得,成为两队的得分王,一年前,手握炭花仙的76人本有机会选择塔图姆,但是76人偏偏看不上塔图姆,于是76人送出2017年的炭花仙,和一只未来的首轮仙换来料,2017年凯尔特人的状元仙,76人用状元仙选中料封尔茨, 不知他图姆是否心中有气,但他的表现无疑已经狠狠打料76人管理层的脸,看看76人的状元郎富尔茨的处境吧,常规赛他因伤就获打料14场,没有多少表现机会,而到料季后赛,贵为状元而且伤势已经前遇的他更是枯坐冷板凳,首轮他仅仅出战料三场比赛,一共出场23分钟击头一中,得到5分3完反5,助攻一次失误4次犯规,而到料第二轮对正采尔特人, 布朗将练压根就没有让,他登场,哪怕一分钟,如今状元郎板凳坐穿连出长时间都拉不到,而卡图姆已经在季后在大午坎撑起球队,下一轮更是将直面联盟第一人,无论结果如何,卡图姆作为新秀已经足够,出色,也足够优秀了,对此,76人名诉朱利叶斯欧文等人都感慨,76人当初用状元先选择富尔茨是错误的,他们应该违错过卡图姆后悔, 76人主帅布朗也表现卡图姆确实让76人全队有些措手不及,有句话说得好,今天你对我爱待不理,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,选秀大会上76人曾经看不起卡图姆,却选择料他认为天赋,更好的富尔茨,但如今正是这个少年亲手将他们淘汰出局,或是不知道他们这会儿有没有一丝后悔, 感谢观看,喜欢视频的朋友,赏一个订阅吧